爹爹 请进 怎么是你 韩征 你怎么 原来 我真的是在做梦 那个奇人的受害者 是卡卡的母亲 据卡卡所述 她的母亲身高七尺 比一般的前作男子都要高 据武座查验 这些受害者 均是头部受到重击而亡 由此看来 这凶器很有可能是铁柱 或者是硬石等类似的重物 如此说来 凶手应该是 正直壮年的高大男性 但是这些受害者 均没有受到监污 也没有财产的损失 可见 凶手的目的不再于此 爹爹好像很认同你 如果你不是害义父的那个人 该有多好啊 这都查卫联手直律司 在护城河中打捞了三日 共打捞出八具尸体 其中与这韶药案投合者 时间相吻合的共有四具 三具是男尸 一具是女尸 但是 从这体型上来看 这三具男尸竹 有一具身形高大 有八尺 一具矮小 有六尺出头 还有一具身长七尺 但是体格瘦弱 瘦 怎么了 没事 你继续 护城河有道理 是女尸竟的 能转到那里 还有妻子 跟她会败的 我只能打个手 是真儿 这不可 就是金家 是哪个手 有洁国 那你都不不想 ripped 我你跟她们 根本人 虽然久儿可能 永远也不会再理我了 不过没关系 我还是会一直关心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